从事护理工作20多年的陈静秋 2000年升向和平院逼动 神经内科和感染科的护理长 他和临重卫医师 为留信息供插管 却是致命的开始 SARS病毒就这样蔓延出去 4月21日陈静秋发病 对SARS警觉性很高的他 直到和平医院已经爆发院内感染 他挂着点滴直奔台大医院 但台大挪不出隔离病房 收治陈静秋 基金协调终于得以转证 领口长庚 我记得到28号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跑到长庚去看他的时候 然后医生就给我看那片子 一片子一看就是 那个费用两片都摆掉了 30号下午 就是我打电话给他 他问我有没有问题 我说我没有问题 问女儿有没有问题 我说也没有 他说他就放心了 5月1日凌晨5点 陈静秋病逝享年48岁